大家好 今天是7月23日 星期二 歡迎收看明報5點半新聞 實現看今日的新聞題要 到探外一個男人持針筒襲擊途人 警察呼籲受害者聯絡警方 本拿比汪馬跟醫室發生偷窺事件 警察罰途追蹤 提高警惕 假若見到這兩個人 立刻撥打911報警 不要接觸他們 不要採取其他行動 兩個人身高都有6呎4吋 體重約為169磅 兩人攝入23歲的Lucas Fowler 和24歲的China Dees的凶殺案 他們是在14號或15號 在這一溫泉以南之處 被人開槍殺害 在19號 Kamp和Briar的旅行車 在37號公路 Sticken River Bridge以南的地方 被人發現燒到爛了 兩人卻不知所蹤 在墳位汽車以南2公里的地方 一名男子的屍鞋被發現 這兩個人一度被當作連環殺手的受害人 但警方後來發現 他們其實已經離開了 卑斯省 一度在沙省 薩斯卡族雲北部出現過 又可能繼續上路 他們當時所駕駛的 是一種灰色 2011年款的 Toyota Wave 4 Toyota Wave 4 我們未來的計劃 我們未來的計劃就是 說去這個財政委員會 去呈上我們那個 就是這個 加拿大 家人博物館那個結構 和我們需要的財政預算 賢哥華五星級酒店 Wolfswood Hotel Georgia 近日被指不斷有女員工 在工作時遭到性侵犯和騷擾 酒店餐廳的女服務員Casey就說 她在工作時都遇到一個男性客人的性侵犯 當時那個男人強行抱著她 對她說污言畏語 並且試圖親吻她 她哭著地說 就算她很大聲地斥責這個顧客的行為 她都不收手 反而變本加厲 在她嘗試掙扎的時候 這個顧客還咬傷了她的頸 Casey說 經過一番激烈的爭鬥 她才擺脫到這個男人 最後那個男人還對她舉起粗口手勢 她補充 不知道應該透過哪個途徑來自我保護 同時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UNAHEAR工會40號地方分會主席 陳西娜就說 在溫哥華的酒店和餐廳裏 很多時都會見到 針對女性員工的性侵犯和騷擾事件 她說希望受害者可以勇敢發聲 也呼籲溫哥華政府給予重視 混亂今天上午公開 5條全新快速巴士車型和路線細節 快速巴士是高峰時間 每10分鐘就有一班車 每小時最多可以運輸1.2萬人次乘客 每小時最多運輸1.2萬人次乘客 而且將會被現在的地區巴士服務 截散了20%的交通時間 大斯文說快速巴士用的是更大型的節能巴士 而且只會在巴士專用車道行駛 鎖停的站數會減少 而且會設置即時巴士動態電子看板 本拿比王家騎警證實 一個男人星期五晚上在Metrotown Mall 首持針筒襲擊途人 警方說雙上有5個人曾經受到襲擊 不過那個針筒有蓋蓋住 因此沒有人受傷 本拿比騎警發言人卡蘭則說 在上星期59日晚上9時多 他們接報一個男人在Metrotown Mall 實現襲擊人 因為過了商場的營業時間 警員抵達現場之後很快找到這個32歲的疑犯 並且將他拘捕 這個男人將臉控三項持武器襲擊的罪名 警方在現場沒有發現傷者 針筒有蓋蓋住 相信事故中沒有人受傷 卡蘭則還指出 5個曾經受襲擊的人 只找到3名受害者 他呼籲另外2名受害人 迅速與本拿比騎警聯絡 其警方說 事發於今年3月25日 事主在更衣室換衣服時 發現門下有一部手機 其後一名身材受傷 只有5呎高的亞裔男子匆匆離開 温哥華明天24日星期三的天氣預告 朝早當雲有四成機會下雨 下午浮雲消散 溫度最高有23度 晚間天清最低只有13度 接下來我們看看加東和香港的新聞 加拿大找工作不容易 現在邊境服務局CBSA成精毒犯 你會不會有興趣呢? 你沒有聽錯 是毒犯招募 不過是扮那些 CBSA在網上公開招標 要密室公司提供特技演員扮演毒犯 幫他們訓練新人 做這份工作 樣子不需要奸奸地 但是就需要少少演技 最重要的是耕打 因為這份標書說明 特技演員的工作 就是扮大毒梟和學員過招 分分鐘要被人用手打 用腳踢 用棍球 甚至被人用武器制服 在需要的時候 還要懂得交下氣 反抗一下 簡單來說 就是預料被人打一身 真是血汗錢 特藥演員不可與CBSA職員 或招募人員有任何私人關係 但是投標在9月初截止 合約為期一年 好啦 說了這麼久 份工究竟好不好 還有 上班的時候 不斷被人打 受了傷 醫藥費又怎麼算 在那份30多頁的標書裡 樣樣都說得很仔細 偏偏這麽重要的東西 就沒有看 自一個禮拜前 一名患有精神病的華裔殺人犯 是加拿大癖癮及精神健康中心 CAMA出走 再有危險病人走失 而且還不止一次 這名走失的病人患有精神分裂症 因吸毒而令病情加劇 警方認為他對公眾安全有嚴重威脅 再犯案的風險相當高 不過幸好 多倫多警方在昨天下午6點發出公告 說已經患發失蹤的病人 他與2012年年傳的慈蟹行劫案有關 並在2014年被判罪成 需要入獄5年半 但判決其後在上訴國鎮被推翻 法庭基於他有精神健康問題 而判他無罪 自去年4月25日起 他就被擊壓在CAMH的復康單位裏 今次並不是他首次失蹤 過是他曾離開醫院後失蹤 而及不及 未經許可置客線離醫院 看來CAMH有嚴重安全漏洞 多次危險病人走生 對公眾的安全求成威脅 現在看看香港新聞 工作雖然重要 但也沒有條命那麼重要 因為只要還在生 總會有機會 在今天早上10時多 一名男救生員 危站在深水埗公園的泳池頂層 現場消息說 他任職救生員兩年 原本今年10月底 以速試用期轉為長工 但今天收到通知 要延長試用期到明年4月 另外因為曾被投訴 擔心影響工作機會 而企圖自殺 幸好在最後 談判專家和他談了3小時 他態度軟化回到安全位置 今天是24節氣入面的大雪 是全年陽氣最旺盛的節氣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中西醫結合醫學研究所 下作副教授林冠傑 受訪時表示 儘管大雪天氣很熱 市民需要喝很多水 補充水分 但不宜一次過大量飲水 他解釋 大量飲水不單會沖淡遺酸 還會影響遺迫 以至整個消化系統 因此喝水而隔數分鐘 半杯半杯地喝 不要一下子狂灌一兩公升水 另外 中醫認為下午12點之前 是陽中之陽 排水能力高 所以建議早上多喝水 下午之後就要慢慢喝 至於點飲消雪去濕 他就建議 可以考慮在食物中 加入方向化濕的食材 例如沉皮 小兩缸荷葉 便豆衣等 有助健脾 化濕 和行氣 現在看娛樂新聞 和蕭榮今天出席活動 再次公開化濕自己有男朋友 難道是想給馬明機會 我們聽聽她怎樣說 之前就自己做 今次就有人際醫院一起去做 我曾經試過去唱粵曲給她們聽 我們就唱粵曲 去表演 那些婆婆會去傾心事嗎 傾心事嗎 她有點像見到一個 也有的 見到孫女嗎 是啊 會不會追問你的感情時間 問你什麼時候嫁 那些朋友 那也沒有 她也沒有 但她們會說 她們會給意見 就會說 哎呀 要認識什麼人 要選什麼男生 她們通常會說 哎呀 不要喊那麼多膠 要包容 然後又會說 什麼人都不要緊 最重要是心地好 是的 孝順 家人都是叫你這樣 家人從來都不敢說 哈哈 她們很害怕去說這個話題 她們可能不知怎樣跟我說 爸爸通常是一個很少很少會出聲的一個人 她們通常都會等我告訴她 是的 但是哥哥就會告訴我 其實爸爸很擔心啊 但是爸爸就從來不夠膽 就是 問我 他不夠膽 你自己也不夠膽跟我們說 我也很少 是的 因為 第一一下 他們會 擔心 第二就是 不知道 有時候不知道怎樣說 是的 我自己也不懂 跟爸爸聊天 就是有時候會覺得 好像要去到 真的會結婚那個才帶給他看 是的 那這個阿陳先生怎樣呢 哎呀 已經被人拍到了 是的 但是其實都 說了很多次 而且其實都已經差不多 冬天的時候拍的 其實不是太想再說 因為 真的是一個朋友 那 那天是一個聚會 我覺得都 無謂去解釋了 那總之就 希望大家就 給我一些 給我一些時間 空間 如果不是 個個在我身邊出現的 都是男朋友 他們會很大壓力 今天的新聞在這裡結束 多謝收看 再會